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7号星期日 关于习近平到底有没有选择 好不好 我也想大家来做一个投票 因为美国说 现在习近平是要选择 到底是站在历史的哪一边 很多人也认为习近平有选择 现在习近平被普京绑架上车了 看习近平要不要下这个车 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习近平其实选择不大 没有什么选择 咱不说习近平对错 但是习近平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就退一万步说 咱们这样 我弄一个选票 咱们说 假如 如果习近平现在就决定了 站在美国这边 帮助美国制裁俄罗斯 并且习近平还同意了 同意了让台湾独立 就可以了 彻底让台湾独立 承认了台湾是个独立国家 而且中国大陆同意让台湾加入联合国 习近平把这些都做到 这更牛逼的了 一个支持美国 俄罗斯 另一个让台湾独立了 就齐平能做到这两个点之后 那么美国就会成为习近平的好朋友 好哥们 这是一个选项 就是你觉得这个 另外一个选项 就即使习近平帮着美国制裁了俄罗斯 即使习近平同意了台湾独立 而且帮着台湾加入联合国 美国也不会放过习近平的 习近平只要不下台 习近平只要不完 美国绝对不会放过他 他只要搞终身制 他只要搞独裁 即使他帮着美国制裁俄罗斯 即使他让台湾独立 美国也不会放过他 美国一定要跟他干到底 所以对于新平帮没有选择 实际上 你懂吗 就是说 他反正我无统不无统 你就得弄我 反正我帮你 不帮你 那俄罗斯 你也得弄我 你跟我没完 所以习近平是没有选择的 我个人反正这么觉得 我也可以看看大家的意见 你认为习近平有选择 习近平只要帮着美国制裁的普京 帮着台湾独立了 习近平就没事了 高准无忧了 跟美国就是好朋友好哥们了 还是说怎么都不行 好不好 咱们就投个票 让大家看一看 好不好 投完之后咱看看大家的关键是什么 然后从投票结果出来之后 我再做一期公布投票结果 我再说说这个结果 好吧 但是反正我个人认为没有用的 你以为习近平有选择 其实没有选择 明白吗 没有选择 反正我个人这个观点 但是我感谢那些跟我观点不一样 还留在频道里的人 我非常感谢 有你们存在的 还是我们频道的 我还可以跟别人吹牛逼马 说我们频道是个特别中立于频道 虽然中间偏右一点 但是接近中立的 真的 我还要感谢大家好不好 那好吧 那这些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